第六回 众人听了半天故事 对胡一刀的为人甚是神亡 除宝树一人之外 听说雪山飞狐是他儿子 心中都起异样之感 虽想见了他未必有甚好处 却都不自禁的可遇一见 又想此间主人便邀高手以备迎战 只怕此人本领亦不在奶腹之下 苗若兰忽然惊道 哎哟 此间主人所要的帮手和我爹爹都未上山 若在山下撞到了那雪山飞狐定要动手 我爹爹不知他是胡伯伯的儿子 倘若一见将他杀了 那便如何是好 平阿四淡淡一笑道 苗大侠虽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是要说能一见杀了胡相公 却也未必 他脸上一个长长的伤疤 这么一笑牵动肌肉 显得加倍的丑陋可怖 他又道 胡相公今日上山 一来是找此间主人的晦气 二来是要找苗大侠比武复仇 不过我亲眼见到 当年胡苗二位大侠肝胆相照的交情 害死胡大爷的其实另有其人 我劝胡相公别向苗大侠为难了 可是他说要当面向苗大侠问个清楚 后来我在山下见到了这位颜大夫 虽铭拙身体 虽隔了这么二十几年 我还是认得他 便跟上风来 炸锁毁梁 大伙在这儿 以其饿死 总算是报了胡大爷 带我的恩意了 这一席话 只把众人听得面面相去 心想 宝树当年谋财害命 今日自算死有应得 但个人与此事并不相干 却在这儿赔上一条命 也可算得极冤 宝树见了众人脸色 知道大家对自己颇有怪责之意 站起身来 取过了宝刀铁盒 喝道 今日之事 咱们只有同舟共济 一起想个下山的法 这个恶徒嘛 一语未必 呼听扑斥声响 一只白鸽飞进大厅 停在桌上 苗若兰喜道 啊 这只小鸽多可爱 上前双手轻轻捧起白鸽 扶摸鸽背羽毛 只见鸽脚上附着一条丝线 这丝线从鸽脚上一直通到门外 苗若兰向里拉扯 那线竟然极长 拉了好大一截 始终未见线头 他好奇心起 双手交互收线 那线竟似无穷无尽一般 田清文上前相助 俩人收了数十丈 忽觉丝线 渐渐沉重 看来线头比端 富得有误 于管家大喜叫道 咱们有救了 众人奇问 怎么 于管家道 这白鸽是本庄所养 山上山下用以传递消息 定是山下的本庄伙伴发掘场所炸断 放着鸽子上风 在丝线上 附着就咱们下风的雾声 平阿四听了此话 脸色大变 狂吼一声 扑上去 要拉断丝线 阴急站在临近 身子一晃 以拦在他面前 双掌起处 立时将他推倒 田青闻道 姐姐 小心拉断了丝线 苗若兰点了点头 那丝线虽细 却极坚韧 俩人手上 愈来愈沉 丝线始终不断 再拉一会儿 苗若兰似乎有点吃力 陶子安道 辽姑娘 你歇歇 我来拉 走上前去 接过丝线 阮世忠 曹云奇 刘元赫等 早已抢出门去 要看那丝线上 掉的是什么救星 陶田二人收了一会儿 呼听门外欢呼声起 手上顿松 听上个人一起走出 只见阮世忠 与曹云奇站在崖边 双手此起彼落 忙碌异常 仍在收线 原来 丝线上附的是一根较粗的麻绳 但那麻绳收尽 又引上一根皮麻混边的极粗绳索 众人一齐高呼七手八脚 将那根粗索附在崖边两株大松树上 刘元赫道 咱们走吧 带我先下 双手抓住了绳索 就要往下溜去 陶百岁赫道 且慢 干嘛要让你先下 谁知你在下面 要捣什么鬼 刘元赫怒道 依你说 陶百岁一正 心想 封上人人各怀私心 互不信任 不论谁先下去 旁人都难放心 给他这么一问 倒也难以对答 曹云奇道 让几位女客先下去 咱们男子汉 年仇一定先后 雄元县细声细气的道 这样吧 天龙门 银马川山寨 跟我们平同标局的 每一家轮流下去一个 大伙互相瞧着 不用怕有谁使尖行诈 软世中道 那也好 保处大师 请您将铁盒建环吧 说着走上一步 向宝树伸出手去 众人初时只顾念生死安危 此时大难已过 又都想到了那件宝物 本来大家只知 这铁盒是件武林义宝 但到底义在哪里 宝于何处 却均一无所惜 带之其中藏有闯王 遗下的军刀 已觉此物非同小可 极致听平阿四说 这刀跟闯王的大宝丧有关 更加个个眼红心热 故老相传 闯王进京之后 部署大将 刘宗民等考略明朝的宗室大臣 所得珍宝堆积如山 不久兵败 这批珍宝连同明宫中皇室历年的裤藏 都从此不知下落 如能由这铁盒宝刀而决得宝藏 世上尚有何种财物能与之相比 宝树冷笑道 你天龙门何德何能 要独占宝刀 这把刀天龙门掌管了一百多年 也该换换主了 阮世中恶然 眼露凶光 殷吉曹云齐周云阳 不约而同的抢上一步 站在阮世中身旁 宝树仰天笑道 哥们想动武是不是 想当年天龙门在刀头上得宝 今日在刀头上尸宝 可也公平的紧啊 阮世中等大怒 恨不得扑架上去 把这老和尚砍成几段 夺过宝刀 只忌惮他武功了得 却又不敢动手 在他炯炯有神的双目凝视之下 反倒退了树部 一时雪风边寂静无声 忽然苗若兰的婢女琴儿指着山下叫道 小姐你瞧 好像有人上来 众人一惊心想 怎么我们没下山 反倒有人上来了 纷纷奔到崖边 向下张望 只见场所上一团白影 迅速异常的攀缘上来 明神看去 却是个白衣男子 田青文道 苗姐姐 这位是令尊吗 苗若兰摇头道 多半不是 我爹爹从来不穿白衣的 说话之间 那男子爬得更加近了 余管家叫道 喂 尊家是哪一位 忽听得半山妖礼 传上了一声长笑 声音洪亮 只震得山谷铭响 突然之间 似乎满山都是大笑之声 阮士忠建宝树手捧铁盒 站在崖边 轻轻一拉曹云齐的手 直指宝树背心 用右肩做了个挺壮的姿态 曹云齐会议 知师叔命自己将他撞下山峰 心想这贼徒本领再强 从这万丈高峰上吊将下去 又怎保得住性命 铁盒宝刀跌不坏 待会儿下去寻找便是 阮曹二人一点头 同时发足 向宝树后心猛冲 此时宝树离崖边 不过持续 全神注视山下 毫不知有人在背后突失暗算 待听到脚步声响 阮曹二人已冲到身后 宝树见到那白衣男子上来时的身法神态 正自惊疑不定 突厥背后有人来袭 更大吃一惊 危急中 书师铁板桥功夫 身子向左斜出 这铁板桥功夫 原是闪避敌敌人暗器的救命绝招 通常是暗器来得太快 不急跃起或向旁避让 只得身子僵直突然向后仰天斜矣 让暗器掠面而过 双脚却仍牢牢定住地下 功夫越高 背心越能贴近地面 讲究起落快 身形直 所谓足如铸铁 身挺四板 斜起若桥 宝树这招铁板桥 又与通常所使的不同 并非向后仰矣 却是向左倾斜 双足定在崖边 身子凌空 已有一小半平须 倾在雪峰之外 阮士忠与曹云齐撞到宝树背后 直到袭击得逞 正自大喜 突厥肩头撞出 前面竟没了受力之处 阮士忠武功精湛 急忙一个筋斗 着地滚开 曹云齐却收脚不住 急冲而出 直往雪峰下掉落 众人齐声惊呼 宝树挺腰站直 说道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背上 却也已出了一阵冷汗 田青文一惊 向后晕倒 陶子安 站在他身旁 忙伸手扶住 愚人望着曹云齐魁梧的身躯向下直落 无不失声惊呼 眼见他势必摔得粉身碎骨 呼见那白衣男子双足勾住绳索 左手在封闭上一推 长索带着他身子 如荡秋千般向曹云齐击飞过去 这一下实际用力都恰到好处 那白衣人右手探出 已抓住曹云齐后心 不料曹云齐身躯甚入 这一舵之势更猛烈异常 但听得喀拉一响 衣衫破裂竟又掉下 那白衣人双足勾住绳索 长身伸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又抓住了曹云齐 左足足怀 可是俩人仍溜着长绳 向下急落 但见俩人身形愈来愈小 一舵数十丈 下舵之势奇迹 白衣人武功再高 双足的力道 也已勾不住绳索 看来只有松手放脱曹云齐 才保得了自己性命 众人目眩神迟日之际 忽见他右手甩起 将曹云齐的身子向绳索上端甩上 曹云齐早神志迷糊 双手碰到绳索 立即牢牢抓住 凡溺水之人 即令在水中碰到一根水草 也必全力抓住 至死不放 原是求生本性 这时曹云齐也是如此 按他武功 本不足以抓住绳索 以抗俩人极舵之势 但危难之际不知怎的 力气登石大了数倍 那绳索直晃出去 带着二人向左飞荡 那白衣人腰间使劲 身子倒翻 左手也已抓住绳索 他在曹云齐耳边 说了两句话 拍拍他背心 曹云齐惊魂未定 听了他的话 忙双手交互拉绳 攀缘而上 众人在崖边 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奇险 进阶脚蛇南下 曹云齐攀到封边 殷吉与周云阳抢过去 拉住他双手 提了上来 奇问 这白衣人是谁啊 曹云齐喘了几口气 说道 那位英雄命我上来禀报 说道是 是雪山飞湖 湖匪到了 众人为那白衣人的气势所设 一时都正住了 也不知是谁首先叫了声 哎呦 往庄内便奔 众人不及细想 一窝蜂的往大门抢去 陶百岁 刘元赫 阮氏中三人 一起挤在门口 你推我拥 争先而入 曹云齐抢着 去扶田清文 与陶子安百忙中 又互挥竖拳 只一阵乱 门外众人走得干干净净 于管家与秦儿 扶着苗若兰走在最后 险些给关在门外 阴急见雄元县闭上大门 立即取过门栓横着栓上 陶百岁只怕不顾 又取过撑住 牢牢撑住 此时田清文已醒了过来 道 那雪山飞狐 跟咱们素不相识 怕他怎的 阮氏中横了他一眼 说道 素不相识 哼 你爹爹是他老子的大仇人 他肯放过你吗 刘元赫道 那害人的平阿四呢 他躲到哪里去了 陶子安呼向墙头一指 道 咱们撑住大门 他从上面不能进来吗 阮氏中道 不错 陶氏兄快上高手着 陶子安冷笑道 阮氏叔武功高 还是你老人家上去吧 一眼俯闭 猛听喀啦啦几声巨响 那撑住与门栓突然崩断 砰砰一响 两扇大门已给人推开 众人齐声惊呼 直往内院奔去 煞时之间大厅上杳无一人 群豪初听平阿四说 那胡一刀的往事 颇想见见他一下的孤儿 可是带得雪山飞狐当真上山 眼见他伸手竟如此了得 不禁心寒胆怯 又见旁人逃避 相互惊吓 你怕我更怕 平素的豪气雄风 尽数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管家玉密宝树出去抵挡一阵 四下张望 宝树早已不见 不知躲到了哪里 心想 主人将装上之事托付了给我 拼着一死也得全了主人脸面 向苗若兰低声道 苗姑娘 你快到夫人房去 跟夫人一同躲入地窖密室 可别让人瞧见 这里的人 每一个安着好心 带我出去见他 苗若兰向郑三娘与田青文望了一眼 道 我带这两位姐姐一起去地窖吧 于管家急忙摇头 逼声道 不 这两个女人也不是好人 姑娘跟夫人是千金贵铁 莫里会旁人 苗若兰道 那姓胡的若要杀人放火 你挡得了吗 于管家一按腰间单刀的刀柄 惨然道 今日是于某一死爆竹之时 但求夫人与姑娘平安无事 小人就对得起主人了 苗若兰想了一想 说道 我跟你一起出去会他 于管家大吉忙道 苗姑娘 你没听那和尚说 令尊苗大侠与他有杀父大仇 你若不躲开 落在此人手中 嫩 嫩 苗若兰道 自从我听爹爹说了胡伯伯的往事 一直就盼那孩子还活在世上 也盼终须有日能见他一见 今日之事虽险 但若从此不能再与他相见 我可要抱憾一生了 他这几句虽说的轻柔温文 然语意坚定 于管家进而不能违抗 他心道 这位姑娘手无腹肌之力 却永绝如此 真不愧是金面佛苗大侠之女 什么镇关东 威镇天南 名号叫得停下 跟苗姑娘一比 躺不愧死 也可算的是脸皮厚急 他本来心中害怕 见苗若兰神色宁定 京剧之心登茧 当下紧一紧腰带 在茶盘中放了两只青花细瓷的盖碗 冲上了茶 捧了茶盘出去 苗若兰跟随在后 于管家转出听壁 只见那白衣人脸孔朝外 双手插腰抬头望天 便高声道 胡大爷远来不曾远迎 还请恕罪 说着献上茶去 那白衣人听得于管家说话 回过头来 见到苗若兰这样一个文秀清雅的少女 若太生交 名波流慧 怯生生的站在当地 不禁一正 苗若兰见这人满腮求然 根根如铁 一头浓发 却不洁便 恒生倒树般 有如乱草 也是一惊 他自幼被胡一刀之子 心怀怜惜悲悯之情 想到他时 总觉得他是个 受人欺误虐待的质子 今日相见 却不料 竟是如此粗豪猛恶的一条汉子 心中不由得三分惊异 三分惶惑 又有三分失望 但随即心想 胡一刀胡伯伯 容貌威严 他生的孩子 则也是这般 又何足为奇 却是我一向将他想错了 上前 盈盈益一服 轻声说道 相公万福 雪山飞湖 胡匪此番上风 准你与满山高手 做一场龙争胡斗 哪知 庄中初来相见的 竟是一个娇好少女 不禁大为诧异 暗道 且瞧他们 使慎诡计 还了一礼 说道 在下 胡匪凤衣 不敢 请问姑娘高兴 于管家向苗若兰使个眼色 叫他捏造个假性 千万不可吐露 是苗人凤之女 不料 苗若兰却死不解 说道 胡师兄 咱们是磊带士教 可惜 从来未曾会面 我姓苗 胡匪心中更是一领 脸上却不动声色道 姑娘 与金面佛苗大侠 怎声称呼 于管家大吉 在苗若兰身旁 按扯他衣袖 他仍不理 道 金面佛 就是家父 胡匪一正 信道 原来是你 说道 令尊怎么出来相见 于管家手按刀柄 只怕胡匪出手相害 斜眼看苗若兰时 却见他神色如常 不禁叹道 这位姑娘棉幼无知 眼前便是杀父的大仇人 他竟不知天高地厚 净土真相 只听他说道 家父尚未上山 他若知胡师兄 是故人之子 纵有天大要事 也早割下 必已赶来 与士兄相见了 胡匪更加奇怪 问道 姑娘知道在下身世 令尊却不知晓 敢问何故 苗若兰道 这是世才听令友平君说的 胡匪道 啊 原来平四叔到了这儿 他人哪 于管家一正 在厅中四下张望 早不见了平阿四人影 地上一滩鲜血 却物资未干 心道 自那戈尔 带线入来 人人想着下风逃生 竟都将此人忘了 他是胡匪的救命恩人 堂有不测 祸患又深一层 胡匪见他瞧着地下的一滩鲜血 脸色有异 大声问道 这是平四叔的邪吗 于管家不敢打狂 指的应声道 我是 胡匪父母早丧 自幼由平阿四扶养长大 与他情弱父子 一闻此言如何不惊 一跃而前 伸手握住于管家右臂 力声喝道 他在哪里 他 他怎样了 于管家只觉手臂剧痛 晚似一道干箍 越收越紧 只得咬紧了牙齿 竭力忍痛 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 一粒粒肾讲出来 竟说不出一句话 苗若兰缓缓说道 胡师兄不必焦急 平四爷好好的在那边 说着伸手向西边厢房一指 胡匪放脱了于管家手臂 随即腾身而起 喷的一声 踢开西厢房房门 见平阿四躺在榻上 正不住喘息 胡匪大喜叫道 四叔 你没事吧 平阿四在厢房里 早就听到他声音 低声道 还好 你放心 胡匪匪抢上前去 见他脸如金纸 呼吸低微 适才一时之间的喜悦又转为担忧 问道 怎么受的伤 伤得厉害吗 平阿四道 这事说来话长 若不是苗姑娘打救 今生不能再跟你相见了 原来众人一见白鸽传思 一窝蜂的拥出大厅 苗苗若兰乘机与秦儿将平阿四扶入厢房 后来宝树玉带伤他性命却已找他不到 情势紧急 来不及仔细寻找 平阿四因此而得保全 胡匪匪点点头 从衣囊中取出一颗珠红丸药塞在他口里 道 子说 你先服了这颗伤药 他见平阿四将伤药嚼烂吞下 稍稍放心 回到厅上 向苗若兰一一道地道 多谢姑娘救我平四叔 苗若兰忙急还礼道 平四爷 古道热肠 小妹亲养得紧 学学威劳 何足挂齿 胡飞道 生死大事 其是威劳 在下感激不尽 苗若兰见他 神情粗豪 图属却颇为斯文 说道 胡师兄远来 庄上无以为敬 秦儿 快去酒窑出来 胡飞道 此间主人约定在下 今日武师相会 怎到此刻 还不出来相见 苗若兰道 主人因有要事下山 向来途中耽搁 为己赶回 置物士兄之约 小妹先此谢过 胡飞听他应对得体 心中更奇 苗范田三家 相称人才鼎盛 怎的男子汉都缩在后面 却叫这样一个看来若不禁风的少女 出来推膛 这姑娘对我丝毫不是惬意 难道她其实武功高强 却故意深藏不漏 秦儿拖了一只木盘过来 盘中放着一大壶酒 一支酒杯 他左手拿着木盘 右手在杯中蒸了酒 笑道 胡相公 山上的鸡鸭鱼肉 蔬菜瓜果 彭彭给你的瓶子也毁了 对不起 只好请你喝杯白酒 胡飞见那木盘 正在他与苗若兰之间 伸出左手 在盘边轻轻一推 木盘竟向苗若兰肩上撞去 这一推 虽似出手甚轻 其实借尽打人 受招的人若不加抵御 就如中了兵刃之伤 无意 苗若兰不会武意 只顺乎自然的微微一让 并未出招化尽 眼见这一下便要身受重伤 于管家大惊 他自知武功与胡飞差得太远 纵不顾性命的上前救援 也必无济于事 只叫的一声 哎哟 却见胡飞左手两根手指 已迅捷无比的拉住了木盘 这一时机凑合的准急 盘边于苗若兰的外衣 只微微一碰立即缩回 他丝毫不知 就在这一瞬之间 自己已从生到死 从死到生的走了一个循环 胡飞道 令尊打遍天下无敌手 却何以不传姑娘武功 速闻苗家剑门中 传子传女一视同仁 苗若兰道 我爹爹立志 要化解这场百余年来纠缠不清的仇怨 是以苗家剑法 置他而绝 不再传授子弟 胡飞愕然 拿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 隔了片刻 方石举道口边一饮而尽 叫道 苗仁凤 苗大侠 好 果然称得上大侠二子 苗若兰道 我曾听爹爹说起 令尊当日之事 那时 令堂请我爹爹饮酒 旁人说道 虚仿酒中有毒 我爹爹言道 胡一刀乃天下英雄 光明磊落 岂能行此卑劣之事 今日 我请你饮酒 胡师兄居然也坦然引进 难道 你也不怕别人暗算吗 胡飞一笑 从口中吐出一颗黄色药丸 说道 先父众人奸计而死 我若再不防 其非痴呆 这药丸 善能解毒 诸害不侵 但适才听了姑娘之言 倒是我胸襟狭隘 说着自己斟了一杯酒 便急干杯 苗若兰道 山上无下酒之物 书为曼克 小妹亮窄 又不能敬陪君子 古人 古人 以汉书下酒 小妹 有汉琴一张 欲辅一曲 已住酒兴 但恐有乌倾听 胡飞喜道 愿为压走 秦儿不等小姐再说 早进内室 去报了一张古琴出来 放在桌上 又换了一炉香点起 苗若兰 轻疏素万 鲜翁鲜翁地调了几声 弹将起来 随即 抚琴低差 来日大难 口罩舌干 今日相悦 皆当 喜欢 经历 明山 枝草 翻翻 仙人王桥 奉要 一碗 唱到这里 琴声未歇 歌词 以终 胡飞少年时 多历苦难 专心练舞 没读过多少书 后来两个红颜知己 亦出家为泥 另亦为救他而丧生 他伤心失忆之余 只觉平生武功 带给自己的尽为忧伤愁苦 人生于世 人生于世到底该做何事 苦思无德 求师不欲 便只有向书本中探索 数年人生于世 哲节读书 虽非保学 却也颇通诗书 听得懂他唱的是一曲 《善哉行》 那是古时宴会中主客赠达的歌词 自汉位以来少有人奏 不亦今日上山报仇 却遇上这件饶有古风之事 他唱的八句歌中 前四句劝客 尽欢饮酒 后四句送客长寿 是才胡匪含药解读 歌中正好说到灵之仙药 那又有双冠之意了 他轻轻拍击桌子引导 自息秀短 内守知寒 惨非灵者 以报赵轩 意思说主人殷勤相待 自残无以为报 春秋时灵者腹肌 赵轩子赠以酒肉 并让他携回食物奉母 后来赵轩子遇难 灵者拼死汉位解救 苗若兰听他 也以善哉行中的歌词相答 心下甚喜 暗道 此人文武双全 我爹爹得知胡伯伯 有此后人 必定欢喜 接着唱道 月墨参横 北斗栏杆 青椒在门 鸡步急餐 意思说时候虽晚 但客人光临 高兴得饭也来不及吃 胡斗 胡斗接着引道 欢日尚少 七日苦多 以何忘忧 谈争 酒歌 淮南八宫 要道不凡 参加六龙 游戏 云端 最后四句是祝诵主人 成仙长寿 与主人 首先所唱之词 相应答 胡斗唱吧 举杯引进 拱手而立 苗若兰 滑贤而止 站了起来 俩人相向行礼 胡斗将酒杯放在桌上 说道 主人既然未归 明日当在造访 大踏步走向西厢房 将平阿四附在背上 向苗若兰 微微躬身 走出大厅 苗若兰出门相送 只见他背影在崖边一闪 拉着绳索 溜下山峰去了 他望着满山白雪 静静出神 秦儿道 小姐 快进去吧 莫着了凉 苗若兰道 我不冷 秦儿催了两次 苗若兰 才慢慢回进庄子 走进大厅 只见满厅都坐满了人 众人嗜才躲得 踪影不见 突然之间 又不知都从什么地方出来了 个人一起站起相寻 他走了吗 他说些什么 他说什么时候再来 他上山是来报仇吗 他要找谁 苗若兰鄙视这些人胆气 危急之际各个逃走 留下他一个弱女子 抵挡大敌 淡淡的倒 他什么也没说 宝树道 我不信 你在厅上陪了他这许久 总有些话说 苗若兰本非喜爱恶作剧之人 但这时胸怀欢畅 一颗心飘飘荡荡的 只想跟人闹着玩 见个人神色古怪 便道 那位胡师兄说道 他这次上山 为的是报杀父之仇 可惜仇人躲了起来 现下他守在山下 但那仇人下去 下一个 杀一个 下两个 杀一双 众人一领 都想 山上没粮食 山下又守着这个凶杀太岁 这便如何是好啊 苗若兰道 胡师兄言道 山上众人 各个与他有仇 只有的仇深 有的仇浅 他恩怨分明 身者重抱 前者轻抱 不愿 错害了好人 他要我带寻各位 为何其来这关外苦寒之地 是否要合力害他 除宝树外 愚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雪山飞狐之名 我们以前从来没听到过 与他有甚仇怨 更加说不上合力害他 苗若兰向陶摆隧道 陶伯伯 侄女有一事不明 要想请教 陶摆隧道 姑娘请说 苗若兰道 适才 那位平四爷说道 胡一刀 胡伯伯 请宝树大师 去转告我爹爹 三件大事 可是 我爹爹说到 此事经过之时 却从未提起 陶伯伯曾说 知道此中原委 不知能见告吗 陶摆隧道 姑娘即使不问 我也正要说 他指着阮世忠 阴吉 曹云奇等人 大声道 这几位天龙门的英雄 无知我儿 害死田归农 田庆家 他嗓门本就粗大 这时心中奋机 更加说得下了 我将这事从头说来 且请各位秉公平个 是非屈直 阴吉道 很好 很好 我们正要向陶寨主请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